讲好农业重养殖 分享农村真实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三路雷哥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 在咱们农村 关于小树林里边的一个大商机 这个大商机呢 可以说关系到 每位咱们的农民朋友 如果屏幕前的朋友 您呢 在你们农村有树林的情况下 那么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你要认真地看完 对你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这个商机呢 可以说它也是非常短暂性的 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两到三个月 基本上至少让你赚到 十来万 高达三四十万 都会有的 而这个商品的行情呢 最低的话 达到十七八亿斤 高达三十亿斤都会有的 最高的市场行动价格 一百二十块钱一斤 都会有 而且还处于一个 供呼应求的状态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商机呢 给你手的镜头 咱们往那边 给大家现场示范一下 看看这种商机 在你们农村 有没有拿 Let's go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就在这个树林里边的大商机 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往这边瞅 往这边看 然后呢 近距离的给大家 咱们看一看 这样的商机 我相信大家已经都非常清楚 到底是什么生意了吧 是吧 朋友们 这个商机呢 那就是和咱们的蜂蜜 关系都特别特别大的 是不是朋友们 干这个活呢 可以说就是比较辛苦一点的 比较辛苦 必须生活在这个树林里边 水呀 电呢 都是非常困难的 必须得吃苦 吃的苦中苦 才有甜上甜 是吧 朋友们 而且在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小树林里边呢 可以说这样的生意的人 干的也是非常的多 干的非常的多 呃 之所以我在这边给大家拍摄的 就是因为 因为我怕这个蜂蜂 那个蜜蜂 蜂蜂 蜇我知道 所以说给大家远距离拍摄 刚刚老板也说了 会蜇人的 所以说我都不敢去了 呃 这样的蜂蜜 这样的蜂蜜生意呢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只是买一些 蜂 小蜜蜂就行了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树林里边 然后让他们进行那个 呃 釀这个花 啊 釀这个花 然后造谜就行了 这样钱就过来了 说到这里 反正是像这样的生意 必须得吃苦 吃不了苦的话 真的很难干这个生意 在我刚刚给他们老板聊天的时候 这个老板也说到了 像这样的生意 想干的情况下 反正是比较辛苦 一年的话 赶好的情况下 最低的话 能赚个十两万 高的话赚个三四十万 三四十万 刚刚也和大家说 在这个小处里边 干净生意的人 不下于二十家 不下于二十家 而且他们的 都全国各地都往外跑的 现在在我们河南 有可能到明天去 下个月有可能去东北了 甚至去辽宁 或者南方山上 干净的生意 一斤的蜂蜜 相信大家也非常清楚 最便宜的 刚刚在视频开始也和大家说了 是有十几块钱 最便宜的十几块 好的的话 三四十一斤都会有的 精品的话 这边会达到 那个一百多一斤 八十一斤都会有的 一百二十块钱一斤都有 属于正常现象 一百二的属于那种 非常好的那种蜂蜜吧 吃着特别甜 而且呢 它的影响也是非常高的 是吧 朋友们 总是给大家分享这样的生意呢 作为屏幕上的朋友 您在你们当地 有没有呢 或者是 你对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样的生意 有没有想发表自己观点的 可以到评论区 说出你的看法了 说出你的看法 这样的生意 你觉得怎么样 或者是在你们当地 有没有人干的 反正是一年呢 反正是至少干个 正儿八经 三四个月是不成问题 三四个月呢 最低收入十来万 高达三四十万 都会有的 而且他们现在呢 销售方式 就是通过直播 直播卖货 然后通过互联网的形式 卖到全国各地 是吧 朋友们 就是这么回事 干这活的就得辛苦一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点个免费关注 还是想了解更多的农业方面知识呢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下个视频 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